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果然长个丸子头都是爱妮的形状 对于已经舔过这场皮铃血盘之后 这个黏土人款怎么感觉有点怪怪的 不过看到那么多白嫩的美少女之后 黑皮反而更有特色一些 话说最近JSC一下公布了四五款初音 可以说是真爱了 也是有很长一段时间啊 没有再开新婚礼介绍欧香大师系列了 Final预计在明天四月发售这款鹰雾小梁 没想到身材还是蛮有看点 你看这个正面是吧 该有的地方有 撞到背面来看 这个 大风是怎么回事 开始看到图片的时候 乍一眼还以为这颗美人之是我显示器脏了 擦了半天才想起来 这里是颗痣 预模到在马上就要正式发售这款镜次郎的时候呢 官方又公布了赛文的新品规模 可以说对于粉丝们来讲的惊喜一浪皆一浪 不过对比起镜次郎啊 齐爷才是真正的亲儿子 不但配件足够丰富 选择在之后发售 也可见厂商并没有着急把赛文这张牌亮出来 当然作为粉丝还是有理由期待这款的具体表现 而马上就要发售的镜次郎 我们也会赶在第一时间分享一波视频的 已经正式公布的SIC系列Amazon 在会展上看到了更多信息 可以说这个昂贵的售价 有相当一部分占比是在盒子的包装设计上了 看来最终会和哈德一样啊 高雅的逼格根本就不屑在小配件上多花心思 而白眼瞎人的这个眼睛部分呢 看起来像两颗粒质 总之呢10月份马上就会和玩家们见面 到时候想办法双入一波 好了 现在呢就来测试一下 看视频的朋友 有没有人被这一对土耳男孩给吸引着呢 Nestone Code的成果装程 在本月11日已经开封了预定 一看着土耳就吓一声丑了一下场上 Free在这条路上简直是越走越深啊 呃那个谁 成天喊着喜欢看男孩子的 这个时候这一公一兽 是否活到了你心里那根琴弦呢 咦 你们越来越奇怪了 Uniplex估计是美少女做的太多 却没换个跨度大一点的口味 所以准备在明天6月 发售西亚蒙和妈咪老师 官方还只要八千的 做了一个超美的广告 用来推广 话说这款手办 愿意在场景底座上下功夫啊 实在是难能可贵 这一点还是要给个好评的 所以说 粉丝们觉得这款手办如何呢 不过售价要个1000周刀 嗯 那还是要-6-6 说起万代之前发售的100G飞彩 怎么看都有一种大爆死的样子 所谓一技不成再生一技 这次万代魂线呢 又来了一个50G的飞彩 看大家买不买账 先不说来得太慢啊 极有都已经开播 还排到了明年2月 而且这个披风呢 实在是硬伤所在 又装过B 又吃过别的属性 看来带到了戏外 其实就造型来讲 还是有很多看点的 只是作为一款 主打把玩的SHF呢 不知道这次的等级50 会不会有玩家买账 在NS上玩爆的游彩军团 果然还是出人偶了 我就说 这个新年肯定会出可动模型 本身游戏中 各式各样的5G道具呢 就非常的丰富 做成配件之后 即便是飞个门了 依然是玩得满满 其实呢 游戏中的新鲜造型 这一次的五姐娘 分为了常规版和特别版 价格差不多出了一倍 不过作为喜爱游戏的玩家来说 其实还是比较推荐豪华版的 毕竟啊更多的特效件和配件 不过给你少了点什么的感觉 一看关注被读到 阿话不说就买爆 新品预定 及时跟进 补充上期开心坑里 介绍的机关手办了 一个是JC的重音 几元埃哥版 怪物猎人世界的 火龙庄猎人小连途 和室物中可谓少女第四头 包括这一期开心坑里 介绍了两个 浮浮的 不人硬突然男孩 在下面到 摩摩摩补给站呢 都已经开放预定了 另外之前 开心坑里介绍的 大语果天 纳贝拉尔 已经结单 有兴趣的小伙伴 记得来小店转一转了 好了 那么来看看最近一周 有什么好玩的小东西 以前节目里介绍 华门老师的试验会手办 早今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想买到是这个样子的 喵喵喵 这个场上为了求是欲 已经破坏了人类正常的行为了 面对买就太多 实在是没这儿放到大牢 无奈有通出自家冰箱来存放的 那么看视频的大佬 煮开柜子里 还会放在哪里呢 信心的同学啊 肯定注意到 最近两期都没有介绍FID系列 主要是趁民抽卡去了 比如这位大佬 跪在亚瑟王的墓前就抽卡 不过好像是景观不通 帮不上嘛 以前节目里说呢 以为交友家里发生地震 唯独屌爷引力不倒 这次发生地震 一本叫岸边陆办 一动不动的漫画书 真的是一动不动耶 似乎啊国内企业感受到了 日本有叫独角兽高大的机器火爆全球 所以在今日呢 交通银行推出了独角兽主流的信用卡 现在别说一屋子独角兽来 就连信用卡呢 都是独角兽款的 我觉得这个就很刻意 使用周边就应该画特色为无形 你看这个行李箱 第一秒你就会想到什么 没错 是你 福利桑 这样结合才比较高级嘛 所以说交通银行信用卡 不会报价涨额度 我是不会真香的 或是我最近一个小镇的战口呢 用可兰来做代言 可能是为了突出小镇人口不多 这个特色吧 好吧 确实很有特色 OK我们来看看上期开心坑 大家的留言 网友九尾天照玉藻前留言 高中的时候 我妈清理我的房间了之后 日版的MG新安州被丢了 祖国版的MG强自留了下来 留下一句 这个比较好看 是正版的吧 可见呢 在上一半的家长眼中 对于奥布的生命评价 明显高于心灸哦 网友真病毒毒啊 毒留言 以前豪华版MG命运490吃线 弄回来组装完成后供着 结果在某个时间段里 我弟来我家玩了一波之后 命运直接被腰斩了 不是我妈在 我真的想把她也腰斩了 对于五年前初中的我 这命运简直天价 诶 正所谓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嘛 竟回正一套 五年高考 三年蒙里大雷包 好好地关爱一下家中的小老弟 网友呆表留言 以前的R2魂初号机 决心把家里来熊孩子 从盒子里拿出来乱甩 零件甩飞了一地 我他妈心疼得要死 但是又不敢说价钱 还好最后和表妹一起 找权又拼好了 这位同学的妹妹 和前面那位同学的弟弟 简直就是两个阶段 所以说 现在男孩只能想一个妹妹 也不是没有道理的嘛 对于玩家来说 一款好的作品 只要是足够心仪 玩家们都愿意套钱去买 但是啊 随之而来的问题就是 对于优秀的作品 玩家们会在意版权吗 国内的原创品牌 和各类魔杆防御 也是一军以来 大家讨论的话题啊 那么本期的物童话题 如果一款优秀的模型产品 你会在乎它是正版 还是盗版吗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区讨论 简单粗暴 随传随到 我们下期再见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